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肥拔 我竟然忘記錄開啟 總之今次就是介紹一款 VR 遊戲 肥拔卡關實錄 元宇宙 免費 Red Room 首先我解釋一下什麼叫元宇宙 相信大家的新聞都看過 其實元宇宙是Facebook 創造出來的新名詞 當然不是Facebook 自己創造出來 而是怎樣說呢 它帶起來令大家成為話題 即是一個類似遊戲VR的世界 但可以現實接觸 也就是在VR 跟真人開會 跟真人交朋友 甚至可能做商業交易 而今天介紹的遊戲 是一款用Oculus Quest 2 或其他平台的VR 都可以玩到最重要是不免費的遊戲 它是一款以交遊為主 亦有一款迷你遊戲玩的遊戲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出去 首先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在元宇宙的這間屋 你可以看到這間屋 比較寒酸 但已經比真實大了 可以走上去 又可以跳下來了 這邊也可以有個角樓仔 角樓仔又有個逼步版 我又寫了自己的名字 看不看到肥物 這些東西不是所有東西 但很多東西都可以互動 譬如說這裡 寫下今天的日子 今天是1月7日 2022 這樣就可以放下筆 看到肥物 因為我懶坐在這裡玩 所以就不夠高了 VR是會看你的新高 先下進去 為何突然看到黑色的圈縮測 這個叫做 VR的防昏 例如你移動來移動去 你可能會覺得 因為你的人真實有沒有移動 你的身體會無法適應 那我正在移動還是不移動 所以他們在移動時 就會看到一個黑色的圈 照著你 讓你集中看中間的畫面 你就不會太辛苦了 玩慣了是可以把VR的保護裝置關掉 不如我們先去大廳看看吧 現在看到遊戲大廳 剛才可以認識其他朋友 這款是免費遊戲 但當然有大量的東西要你課金 例如這款可以有新手包買衣服 你會看到有很多小朋友 不知為何聽這些小朋友多 如果你喜歡的可以跟他們握手 就可以交換到名片就可以做到朋友 亦有一堆破壞王 這款手包買衣服 跟自己的房間一樣 有部份的物品是可以讓你互動的 例如可以喝一瓶水 亂拋垃圾 或者喝一杯Dry Martini 這些應該是其他人設計的模式 所以它沒有掉爛的功能 例如我爆不了別人的瓶 這款手包用來控制自己的面板 例如我要快速回家 或者做其他動作 大廳內也會有其他小互動的物件 例如這支射彩片的槍 即是一些不知為何用來做什麼 這些外國人的東西 奇奇怪怪的 也可以玩一下拋槍 亦都會有一些 Ice Breaker 卡 即是回答這些問題 就增加大家的話題 例如這個 Nim a Video Game 咦 有人找我 不理他了 這支手錶是用來做聯絡 或者是操控遊戲的功能 亦都會有這些 Ice Breaker 的小小問題卡 因為這支手錶太吵了 我們回到房間再說 因為外出太多人了 我不方便在這裡說話 當然我可以關掉麥克風 但關掉麥克風 OBS 的系統 就不能收到我的說話 所以現在就回到這支手錶 除了在外面做大廳的活動之外 亦都因為希望你們多些交流 它會有很多免費的mini game 給大家玩 只要拿起手錶 就會顯示這個虛意視窗 然後只要按Play 就會看到很多遊戲給大家玩 我們試試玩 槍遊戲吧 這支遊戲是四個人一隊的槍遊戲 就要不停地向前衝 打死敵人 就一關一關地過了 但是可惜 始終這些都是真實人的 online game 經常都有一群小狗 在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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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麼順利的開遊戲 是比較少有的 我們就看看遊戲中的畫面 是大大閃 不好意思 死了 如果你是用VR 你是需要上彈的 上彈後再開槍 開槍後再上彈 另外這個槍遊戲有 Friend Fire 即是你會打得死同伴 所以就要小心點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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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次好像都好像 好像 這群7777777 之前玩很多 連A關的都沒有 也有 只要有人過來 拍拍你的手 你會復活的 其實不只是槍遊戲 還有很多其他遊戲 例如是中古世紀的戰鬥遊戲 總之大部份都是四個人一組去玩的遊戲 另外我看到有些運動 奇類的遊戲 那些是沒有試過 其實我在wack room 還是新手的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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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我的名字是show of Mr.FatBud 553分 但一死就會扣你2000分 喂喂喂不是衝得這麼快 前面有很多人 每次都上這裏 我現在去救他了 只要打一打他的手 他就會復活 只要有一個人未死 他都可以復活到其他人 我先去救他 這個遊戲是有輕輕跳半步的功能 所以如果有這些高位 你可以試試跳 這個遊戲是有個好處 這個遊戲是有一個好處 我看見很難看 我想你看不到 這個遊戲是有一個好處 喔喔喔喔喔 全都是很多人 不要欺負我 不要欺負我 我又死了 4個死掉就完蛋了 這次是零分 先探訪 這遊戲有很多要收費的東西 但只要你完成一定條件 他都會送免費的禮物給你 這次看看他送什麼 這次是送手袖 可以換衣服 手袖 很多都要錢 但拉到最低 有很多都不用錢 例如這次剛剛送的這個 這樣就看到 不是用這隻手 我換了新的手袖 當然要打回輪胎 有很多朋友都會說 我沒有你這麼有錢 我沒有錢買VR 但其實要加入Red Room的元宇宙 是不需要用VR 你可以用其他遊戲機 包括你的電話都可以 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鏡頭一轉 我就用回電話 進入Red Room 看到為了配合電話 多了很多其他按鈕 但其實房間裡的所有東西 最少到現在 我覺得都是跟VR裡面的東西 是一樣的 我們上去看看 迫募版 原來剛才我忘記了Save 不如畫一些新的東西 由於時間關係 我就想寫肥拔卡關實錄 不過我寫字出名是黃希之的 所以就寫得比較抽象化一點 那 房間做完的變化 如果你記住Save 下一次回來 你都會看到同樣的東西 Save完之後 你剛才的房間 我們現在嘗試玩這隻窗鏡 看看 究竟電話版和VR版的分別 就是剛才VR版裡面說過 這些小狗狗 不知道在預備房間射來射去 又不走入隔 因為一定要走入隔 才開始這個遊戲 去到下一關 所以浪費了很長時間 我唯有退出玩過另一個 槍遊戲 這班人都有點浪費時間 不過無論如何 好過沒有 最少他們會走過來 開始 開槍 快點 好過沒有 其實這班人都是小狗狗 你看走那麼前 有什麼鬼 搞到我屈了我Fanfire 那就救回他 現在被迫拿了一支手槍 原來前面有一支槍 我也不知道 如果在電話版上單比較難 所以他就會變成自動上彈 其實這遊戲我覺得雖然免費 但是很有誠意 他會遷就VR版還是電話版的 我又死了 救命啊 救我啊 但是拿這支手槍 真是淒涼 射這些箱都會有錢 射多少射不中呢 我又死了 救我啊 有沒有人救我啊 我死了啊 見不見到啊 你不救我你都過不了關 好 全部人死了 沒有交捱 就是這樣 就輸了 有些人可能叫你去 加入其他遊戲啊 那些 但是不了 我就回房裡了 坦白說一句 我都是Red Room的新手來的 不過我見香港好像比較少廣東話人 去錄Red Room 所以我就這次試一下 雖然我做Gamping一向很差 不過什麼都試一試 那用回VR版來做Ending 就是這樣 現在有元宇宙 大家就不需要好像那群彈傘 在限聚令的時候 都開Party 被人拉到旁邊 就不太好 那今天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